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爹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地獄集夢魘集 終焉化身的蘇醒 那這邊帶大家用咒術的一趴大獎五條老師來通關 如果你封面看到是二成就的話 那個是錯誤的版本 只是說我可能也來不及改了 這個就要講到大家聽到現在可能會有回音 因為現在是澳洲時間的一兩點多了 所以我們只能躲在廁所裡面錄啊 好那這邊的話呢 就帶大家用咒術的一趴大獎五條老師來通關 關卡裡面的話有反饋十萬 所以這邊我們要帶一個擊傷角色 我帶的是光鼠的黑家家老師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試試看一旦的星矢 或者是小傑哦 再來的話是我們會用到五條老師的減CD羈絆 所以你要曾經擁有過七海劍人 好那如果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哦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就是完全的硬核哦 我們要抓著五條老師角色珠不守銷 然後去把數字二三轉到 好其實有容錯空間啦 第一回合的話有 等一下我先轉一下 好這樣 OK 第一回合的話你可以轉錯數字 連打兩下過來 第一下會是miss 第二下才會挨到 血量是撐得住的哦 好接著第二回合 其實右半邊就已經排好了 十五顆了 你就額外再找剩下的八顆就可以了 可以善用一下左半邊 呃右半邊的版面啦 好五十十五 二十二三 好OK 而且你只要轉隊他是不會打你的哦 好 接著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五條老師 然後把數字二三轉到就可以了 就是前兩回合大家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下啦 忍過去就沒事了 啊如果你轉錯也可以稍微試試看黑科技 就如果你不想浪費體力的話可以這麼做哦 好接著第二關 好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先轉五十一 偷一個回合 如果轉不到五十一也沒關係 我們要的只是浮黑會跳起來而已 好跳起來之後呢這邊我們開浮黑 然後點右上角的魂 來接著我們開五條老師 然後去把三組十字轉到位 好這個前幾天 NKH的挑戰關卡有出現過 而且那一關還限制三十步 如果大家有打過那一關的話 這裡就不會是問題了 我們就去把它轉到就OK 好接著第二條血 第二條血這邊我們開丁騎野牆威 好然後我們開五條老師 然後把領域展開打開 好那我們這邊就把肉眼能見到的珠子 削一削就可以了 好這邊我看一下哦 就你能看到的都把它削一削這樣子 好啊記得削到三種 至少三種符石哦 不然隊長技倍率會噴掉 這個也是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第三關這邊的話 第一回合我們就轉個基礎的5C 就當作你在平常洗技能那樣子 稍微注意一下灼熱就可以了 好這邊先打掉一半 好另外一半的話呢 開五條老師 然後去把第一跟第六直行隔開來 怎麼隔呢就是放兩顆火 一顆木 然後再兩顆火 這樣第一直行就隔開完畢 來接著最後一橫行 我們用水跟光 就是兩顆水 一顆光 兩顆水 這樣子就直接把它隔開來了 好 OK來這邊把另一半帶走 好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第四關這邊第一回合 我們先開五條老師 好先把中間收掉哦 好接著第二回合的話呢 我們開鼓掌 然後我們開扶黑點滿象 滿象是左上角 好那這邊的話 等一下我們要轉成全體 並且不能手消暗 最後的畫面會長這樣 大家可以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好然後接著我們把左上角這邊也轉直行 稍微吃個昇華 再繞回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五關哦 好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抓著五條老師角色珠大力轉 好 視野不用說真的到很大力啦 就是我們可以轉個基礎的 知道怎麼講 就是基礎的5C 稍微控制一下力道 然後讓那個扶黑的技能 因為扶黑的增傷效果還在啦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做這樣子的操作 然後無數 可以內建無視 雖然說扶黑那個滿象也是有無視 但是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大力轉就對了 好這個動作的話做兩次 好 我們讓五條老師的角色珠最後可以再消到一次 OK 好其實你第一回合之後他應該就差不多更新了 那這邊就是兩回合去把他收掉 好接著來到第六關這邊五條老師就會跳起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打開 好然後我們把火珠隔開來 好第一條血不能被打到喔 因為第一條血如果被打到 等一下第二條血就不能洗技能喔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只是說如果你是跟著我做的話 應該是也不會被打到才對 好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就是反饋10萬的地方 那這邊我們就是洗技能 洗到黑家家老師跳回來 那既然是洗技能喔 所以紅綠燈都不要去轉 不然如果轉到打到他的話 反饋60萬過來是絕對GG的喔 好繼續洗 好照理來說是那個啦 他打過來之後又剩CD1的時候 就會跳起來了 好再一次 好跳起來之後呢我們就開五條老師 然後我們開黑家家老師的技一加技二 好啊我們等一下就只手消光珠就好了 然後剩下都不要去動到 如果你要動的話就記得不要 欸對消到太多種 讓他變得減傷百分百 這樣會比較麻煩一點喔 好這邊我稍微疊一組暗珠 一組火珠 好這樣子就好了 OK 好剩下都不要動到喔 好那這邊就是靠著黑家家老師去打了 好這邊應該直接傷害灌過去 打破罩沒問題喔 好接著第七關 好第七關這邊我們就開五條老師 然後不要去碰到瘴氣喔 OK 好接著來到第八關 好第八關這邊的話呢我們先偷一個回合 好第二回合呢我們可以開丁啟野強威 好來接著我們開那個虎杖 然後開浮黑點滿像喔 然後我們一樣轉直行吃昇華然後把它轉成全體攻擊 這樣就可以了OK OK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來接著就來到第九關 好第九關這邊的話我們直接把領域展開打開 好那這邊就直接大力轉就可以了喔 好OK 好這邊就直接帶走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王一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先轉5C 偷一個回合數 然後盡量不要去銷到暗珠 因為你如果讓他反擊的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那這個瘴氣呢只要不要累積到百分之百 其實都沒事 所以我們就稍微去大力轉一下 好不要銷到暗 好這樣OK 好這個是第一個回合喔 好接著第二回合的話呢我看一下喔 好第二回合我們開5條老師 好然後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這邊帶走 來接著第二關 好第二條血啦第二條血 好第二條血這邊我們一樣先轉5C 偷一個回合 如果你剛剛第一條血沒有被打到的話 這邊第一下一樣是miss喔 好打過來之後呢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開那個 五條老師 然後我們開浮黑點夜 你要直接點魂去無視障氣其實也可以啦 好這個這邊就是 折一去開就可以了 好這邊是點夜 然後我們開虎障 好那這邊的話呢 等下就是轉那個光更新加起來是5C就可以 剩下就都不要去動到喔 好那我這邊的做法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光更新加起來是5C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喔 好接著來到第三條血 那第三條血這邊的話第一回合我們可以開丁奇野薔薇 然後開5條老師 好然後這邊的話先直接送給他 好那第二回合的話呢我們可以抓著丁奇野薔薇的角色珠然後 1C送給他就可以了 記得不要去銷到暗珠 好把暗珠隔開來 好其實我想把所有珠子都隔開來 好我們就真的只銷丁奇野薔薇的1C 好這樣2C啦2C 好沒有銷到暗珠那這邊傷害就直接灌過去了 完全沒有問題 好啦那以上這邊是5條老師過這個夢魘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扶